早晨,今天是8月14日星期三 早上隔夜美股大幅升 最主要利好因素是 美國貿易戰方面的態度立場稍微軟化 從較早之前3000億對華貨品徵收10%關稅 清單中剔走包括手機在內的項目 相關項目可能要在12月中才加徵關稅 市場暫時對這個消息利好 看看恆生指數高開大概300至400點之後 是高就還是低就 本地因素不變 繼續需要審慎和注意 所以我不認為今天的反彈可以即時扭轉局勢 投資者盡量減少在現時趁反彈時買任何東西 反之繼續關注市況 看看需不需要如果大市是高開低走的時候 繼續減持過重的倉位 又或者最多只是持有一些強勢股 Sabrina Kun grandma 可以見到要不談ود播待 會議陣路發展 有時候講解合 感謝研究